哈囉 大家好 我是開一 今天呢 我們三件課要來開箱一個 非常有意思的東西 喔 開箱什麼 開箱 我們的 基因 喔 我們是這 不是啦 不是啦 這只是一個TENGA的小夜燈而已 真的是基因喔 可能我們練那麼距 到底是不是我們的基因特別好 又或者是我們的外型啊 跟我們的基因 比如說 我們的 魔幻乳子的乳子是不是會特別大 對對對 就是它的那個 乳房的基因是不是特別好 光頭王柏柏成為光頭是不是早已注定了 對 因為前陣子呢 我們有去抽血 就是為了要做這個基因檢測 我很討厭的私情 什麼事 我們現在來抽血 為什麼我們要抽這個血 到時候呢 這個血液我們會基因檢測 喔 然後會看一下我的身體 對哪一種東西比較敏感 喔 其實蓋衣我們有非常多的檢測項目 到時候我們就會為粉絲一一開箱 你建恩蓋衣本人 我的天啊 蓋衣 你是不是很緊張 我討厭那種被針插入的感覺 你是怕痛嗎 我不是怕痛 我是覺得很噁心 蛤 但是我還是會去捐血 喔 但每次捐我都覺得 好煩 好煩 我掙扎的感受 來 請 深吸一口氣息 很好 哇 這個頭好聚喔 水喝太少了 所以要淋結了 你拳頭鬆開 你拳頭鬆開 好快喔 拳頭要記得鬆開啦 不要緊張 好啦 不要緊張 好 你覺得 你覺得這個引導怎麼樣 不 我覺得他技術特別好 不是我來說 我覺得他是 就是幫我抽過血我最無感的 喔 真的真的 這是真心話 因為我真的很討厭抽血 但是他讓我沒什麼感覺 哇 你讓姊姊笑得何不懂嘴 對 不愧是不是姊姊 太厲害了 你們兩個不要笑 換你們了 我又不會怕 我也不會怕 不會怕 好啦換嘴 鑰匙 欸 到時候就要開箱魔幻乳子 這方面 因為他都吃炸雞啊 他都吃炸雞 然後體脂肪還變成低 看一下他是不是對脂肪 反應特別弱 那個吃下去 變地瓜 自動長後 對 就是 你要跟隨姊姊的引導 對 沒關係我隨意 你隨意 隨意抽 隨意抽 來 真心 哇 可能是一定感覺到的 真的喔 喔 是這樣子喔 所以說 可能 沒那麼濃啊 就是水分比較高 可能 乾液水喝太少了 哇 我現在被乾淨了 可以了 可以了 好啦 撥撥撥 為什麼 油那麼快 對啊 好像不乾淨啊 我們來看一下撥撥了 乾不乾淨 我還不夠距離 我幫你洗碗頭 我幫你洗碗頭 波波你是不是 波波你是不是 波波你是不是不怕打針 對我不怕 你常常在打藥是不是 對 打什麼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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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生物之計 喔 彪板 他的那個腸子會發炎 打彪板 所以要打藥 打彪板 不是禁藥 如果打禁藥才這樣子的話 會變得像 喔 問我說 喔 怎麼會這麼鋸 是不是有改變 來 請您相信 可惜 這麼有形式 你笑 喔 哇 你好鋸喔 他好強喔 他好輕鬆喔 而且我也常在抽屜 因為 你有吃藥或打針的話 要 喔常要檢查 看你的乾淨功能 喔 波波你 辛苦了 波波你有點難怪 我幫你 來 來 我是不是看什麼 看看波波的基因 處理它成為光頭王的一個基因 他很愛吃那個 紅豆餅 對 這個 碳水的反應 對脂肪高不高 最近已經在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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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我們就回去看結果囉 OK 耶 那現在結果出來了 終於 所以今天呢 挑選一些很有趣的項目 跟大家分享 興奮啊 好興奮 除了生理以外呢 又有心理的部分 對 它這個很酷的是有心理 那我們就 一樣一樣來吧 第一個是肥胖與體格的分類 體脂肪比率倾向 但你是不是有肥宅基因啊 321 一起公布 中 D 喔 所以我是三個裡面 最有肥宅基因的 可能最胖的那個 可是實際上 他也是比較容易胖的吧 我覺得其實還 他還有就是腫嗎 他是腫 因為我也是腫嗎 你們是D喔 我是D 所以其實我瘦會很快 真的 像我最近減脂 我覺得數據會很快 難怪 我就覺得我好像沒有那麼好減 都怪在基因上面了 要打線考 原來基因已經註定了 你有一點點小肥宅的傾向 對對對 沒有 不過這東西是基因啦 基因這東西是可以靠你後天去調整 沒錯 就你不要吃的太超過 基本上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第二題 來 近體重傾向 一起公布 3 D 高 他這個東西呢 他是指相同條件下 相較於常人 體重的先天傾向 你傾向高呢 代表你的體重容易比較高 比較重 D的話就是體重比較輕 不過這個 不管他是脂肪還是肌肉 那他這邊有寫說就是 如果體重輕的話 你可能有容易有骨質疏鬆啊 或是肌少症 不是D就是好 喔那你不這樣有肌少症嗎 他這個有解釋啦 他這個是扣除脂肪後剩餘的狀況 就大概就是你的骨骼 跟你的肌肉的部分的重量 那這樣高是好的 比較高是好的 對 其實剛看大家以為D是好的對不對 其實是高是好的 哇那要是你 過關機器 他體質好 他的骨密度高 肌肉密度 他的CP值是最高 所以你是肌肉轉換率很高的人 對啊 難怪你瘦瘦的力氣那麼大 好像莫名的有點準 下一題 腰臀比的傾向中 高 這個呢是在指相同條件下呢 你的腰臀比高的話呢 比較會胖 我跟波波算是 更高的腰臀比 比較容易肥胖 欸這真的蠻準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看平常的飲食就知道 他都吃什麼炸雞啊 他那種素食連鎖墊啊 對啊 他我們也沒有亂吃 但是他就是比手 他的那個 尤其他的腰都特別 體脂肪就比較低 腰是亂吃 他的核心那邊也比較 而且真的是沒有 沒有特別去 沒有特別去 因為運動應該 大家運動量是差不多 但是我可能吃比較多垃圾 但是沒有容易囤積脂肪 講到這個垃圾的部分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偏好與代謝這邊 各位對於垃圾食物攝取偏好怎麼樣 有意思 竟然連這個都有 欸我是低欸 垃圾食物攝取偏好 我也偏好 中 該那麼喜歡吃冰淇淋 沒錯 祝重你健康飲食了啦 我是最喜歡吃一些垃圾食物的 那藥是也很想吃垃圾食物 我其實健康食物我也蠻喜歡吃的 只是因為不知道吃什麼時候 就吃垃圾食物 波波也是低喔 對 你不是很愛吃色爐餅嗎 我覺得那個還好我是一陣一陣的 重點是我會考慮營養成分 我是比較沒有在care 我覺得要吃甜食的 就直接吃到底 冰淇淋 爆吃 爆吃 爆吃一桶 一桶就一個 看一部電影就一直吃 好奇你們的熊激素濃度怎麼樣 喔 這不好說了 重訓跟熊性激素是不是有關係 有非常大的關係 極低欸 極低欸 幾老師呢 我也是極低 我也是熊激素 可是他這裡有寫說 高是不好 他這個測的應該不是 我們想像中那種熊激素 因為他是在講生病的因子 比較容易有一些病變 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 這個熊激素濃度低是好的 但對重訓來說 我就覺得不知道 如果你要練到那種感覺 不用藥可以到很距的 那種通常熊激素應該會比較高一些 可是他這樣子有可能他的前列腺癌 風險也會比較高 對 欸他這個高低就是說 他的高就是天生就會比較高的意思 就是你的傾向 你的傾向 你的傾向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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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就是硬生出來的熊激素 沒錯 我們這個就是練出來的 我們靠自己意志感 意志力去產生 自己產生 狗蚊激素濃度怎麼樣 中 我的是中 中 你們怎麼都一樣 你們是富士人 他說低的話要注意相關生理狀況 是有什麼狀況 就是可能會影響免疫 性慾免疫 對 你們三位贏到 中就是正常水平 正常人 跟一般人是正常人 第一傾向者應該要更注意生理狀況 特爾蒙濃度 低 我是中 我也是中 中 哇他說低要注意生理發育問題 對吧 對吧 對 熊激素不夠 對啊 第二性真發育的重要因素 哇比較少 真的欸 他的鬍子就比較少 他的鬍子都幾根而已 而且我 我是沒有手 腳毛是重訓中還長出來 哇 對對對對 重訓 重訓真的會 後天養成 他後天把那個高瞳 身高 靠意志力把 毛長出來 腳毛就長出來了 哇 因為重訓跟飲食有關係 然後我好奇各位的蛋白質代謝 中 中 這樣子是什麼意思呢 低的話要注重飲食跟生活習慣 代表說高的話代謝蛋白質的速率數更好 更快 轉換率比較好 轉換率比較好 應該說是比較好代謝掉 比較不容易造成負擔 囤積在身體裡面 應該是這個意思 並不是說你可以把這蛋白質更好的拿來使用 所以低的人要比較注重飲食跟生活 那再來各位的脂肪代謝又什麼 哇我的脂肪代謝低耶 哇你要注重你的生活 肥仔 肥仔 真的我不能吃太多太高脂肪的 好像腹部跟藥師 超重 蓋液質方面好像真的就是有點動性 難怪他馬上就胖回來 我吃脂肪很容易就卡一圈 那你會就是吃太油會拉肚子那種的嗎 會 那就對了 會不舒服 對就是會比較容易拉 這個我覺得有點恐怖 這個叫做認知力下降於年齡 簡單來說呢 這個東西呢 就是你越高代表你越容易老年失智 我們是 高 完了 三個失智老人 所以我們可能會有 阿知海默症 老年齒呆症 而且高傾向者要注意認知能力下降 的相關疾病 所以要多運動 運動可以改善這個 所以是說這是個環節嗎 應該說你的基因是不好的 但是如果你又整天在家沒事做 然後又不動了的話 欸運動為什麼可以 運動跟認知是有相關的 喔 所以會刺激你的大腦 這個講下去這一集要半個小時 對對對 所以就跳過 反正運動對阿斯海默的確是有一點幫助 接下來呢 運動時心跳提升率傾向 中 低 低耶 這樣是什麼意思呢 高傾向可能有更好的高強度運動表現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背誤或是一般人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背誤或是一般人這樣 就是心肌很弱啦 就可能很容易喘 可能在做HIT的時候特別容易喘 難怪我們只能重訓 難怪我們只能重訓 很討厭去跑步就是做那種會喘 他主間休息都要休息十分鐘 主間休息 我心跳要恢復要很久 他十分鐘耶 說到心跳恢復那來囉 運動後心跳恢復率傾向 高 手打臉自己 你足以高 所以藥師就是在偷懶罷 對我可能是比較喜歡偷懶 所以他很快就可以恢復比較平穩的心跳 我們需要比較長時間 對我們會喘比較久 下一題 來 肌力發展傾向 哦 高 總高的呢 代表他有更強的肌力發展 就是你高的 比較容易變成句句啦 我覺得他是 他是只是肌力 所以肌力跟那個肌肥大應該是 沒有完全是相關的 所以說神經反應能力也會比較強 所以說你們玩健力會比較有優勢嗎 嗯 可能是這樣 就是以沒有練的情況下 因為他是講先天的 他是講先天的 可是蓋伊運動很強啊 我運動沒有很強 我覺得蓋伊應該是有興趣 我是很有 我有其他的興趣 他是練出來的 對對對對 下一題 肺功能性向 哇我應該是個廢物啊 我超廢 我超廢的嗎 我是總低 極低 我也是極低 我廢物肺欸 那這一題呢就是 如果高傾向者代表你有更強的肺功能 反之相反 可是其實我肺炎沒有到很 真的很爛 我小時候跑那1500還蠻強的 你知道他這個寫的 如果你是低的話 你會有很多疾病 對啊怎麼那麼慘 超多的欸 遺傳性哮喘啊 慢性病阻塞性肺炎啊 缺血性心臟病啊 肌肉萎縮 肌肉萎縮 肌質梳霜欸 像你這有在運動的話 我覺得應該就不用菜單線了 當啊 我覺得他講的是一個傾向 因為你還要綜合其他 因為像剛剛前面有些 跟這個比較好關係 他也是有提到 什麼骨子疏鬆 然後那些反應又是好的 總之我們要 多注重後天 各位我很好奇 你們這樣這麼勤奮的 在訓練 你的運動積極性怎麼樣 這個就很不好說 哇這就是代表了 你想不想運動 極低 我的是極低啊 哇極低欸 我也是極低欸 代表我們都不想運動 我們都其實很不喜歡運動欸 沒有人喜歡運動啊 我們比較容易 對於運動找藉口 會有抗拒 拖延的態度 對啊沒錯 你們有嗎 會啊 明天要拍片 今天不要練 今天拍完片 好累喔 不要練好了 拍完片已經練到了 下午幾天 他每天都講這個話 他昨天說什麼 拍完片很累 今天就不用練了 我真的很累欸 宇安可以作戰 我去拍那個 妹的俱家訓練影片 我腿到現在還在痠欸 是不是 來下一題 下一題 運動員肌肉 這就是指在相同條件下 相較於常人 你是不是有更具備運動員的肌肉 對 這就是一個肌肉養成 我是低欸 我是高 我也是高 我也是低欸 這真的還滿足的 對 因為我們兩個 我跟波波比較容易 變粗粗 對 可是要是乳子 這個成長也是很 他除了乳子也好 他可能是 可能有其他記憶 對啊 可能那個 胸部乳房 等一下來看一下這個 對對對 好下一題 這個我覺得蠻好奇 這題叫做外向指數 我是中欸 高 欸我也是高 你說什麼 外向指數 外向指數 我覺得我應該是低 我也是中欸 所以說其實這個 以先天來說概率型 可是我覺得概率型是低的 沒拍片的時候 不太喜歡講話 對對對 我是中 我是從小就是被 那我覺得我是中 我是被老師 一位子對不對 這太吵了 你知道跟旁邊不會講到的氣 那我是中是沒錯 我想要講的時候我會講很多 我不想講的時候我會很難講 喔 我倒是講越大 就不好越少 對我覺得也有這種 那你那是後天 就是你講久了 覺得很累 就不想講 你也講太多一點 就是小時候講的 因為是小時候講的 你超愛講 欸你知道他超愛講 他上一場課的時候 他上兩個小時 他剛剛有講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 超愛講話 坐車來 他車上沿路 跟我的那個剪接師 講了半個小時 不是啊你我就是怕 你有考慮過他的耳朵嗎 我看不了 我會尬了 超愛講的欸 你也考慮人家的感受 在親和之處 喔 這應該是高 我應該也是高 欸 高 高 高 那看來波波比較 沒那麼輕 滿準的啊 你看我們三個人 就知道誰比較輕 這滿準的 波波波其實不像的時候 你臉是很兇的 波波波不要笑 波波你 我第一次看到波波波是有點怕怕的 孤獨感之處 哇 這個我應該不會了 看你是不是 不甘寂寞的 怎麼可能 極高 極高欸 極高 怎麼可能 哇我們三個互相討拍的人欸 我們有精神分裂又鬱陣欸 可是我覺得怪 平常表現出來是很獨立 但我必須老實說 我小時候 年幼時期真的 就是不安感很重 很討厭一個人在家裡面 但是沒有辦法 太長時間這樣子 只是練出來 太長時間這樣 所以到後來就習慣一個人 這應該滿準的 這基因應該 就從小不喜歡一個人 不過我覺得 大家應該都是這樣吧 對 我一吃飯都一起 後來就是上班之後 就下班 就要自己一起吃飯 就會覺得 而且以前就學時期 尿尿都會揪一下 對 尿一下 我剛剛尿過 走啦 再尿一次啊 對 好像都會這樣子欸 所以他好不好 都應該都還這樣 所以說 平安到現在 所以說 人真的是群居動物 沒錯 真的是需要人陪 好 下一個 這個很有趣喔 玻璃心指數 哇賽 這個我應該 這個 未看先猜啦 中 我覺得概因應該是低 我真的是極低欸 我也是極低欸 極低是代表什麼 就是完全 因為我們的心是鋼鐵心 沒錯 不太容易被人家 這個就是說 你自尊心是 就是打囉嗦 被狂嗆完全不痛不癢 喔 很痛 我會很痠欸 沒差 我會很痠喔 我很賭啦 嘴上說沒差 但是 其實就是很賭啦 來 下一個分類 身體特性 受命長度 哇賽 哇賽 受命長度 哇賽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極高 哇 高 我是高 我是極高 你獅子老人 真的欸 講到你那麼老 結果你的獅子神都那麼高 天啊 你是童弟之後變高齡獅子老人 對對對 哇賽 你的人生是從一個極高然後走下坡 這樣 最後兩題的這個大家最關注的 外觀的部分 跟鑰匙有關係 乳房大小傾向 哇賽 相較於長人高 形象表示你有更大的乳 你有更大的乳 更大的乳 高 我也是中 高 高 好準喔這個 這還蠻準的 難怪你的乳量 難怪隨便練得很巨啊 真的欸 最後一集 最後一個 重訓人都很關注了 跟波波有關 雄性突 機會 高 高 欸 所以反而我是中欸 我也是高欸 所以你們三突欸 看他頭髮那麼多 你會突就是我 所以要是你現在有感覺 你也要突嗎 我也不是很確定 其實我感覺你的髮線 是不是也有 你知道嗎 我也是有點擔心啦 感覺有機會 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過兩年後再跟該醫院差不多 說真的我是不擔心的 反正你 再過兩三年後那邊 老年失智啊 你已經忘記了 對對對 你已經不在乎你的外表了 忘記你曾經帥過這樣 忘記你曾經帥過這樣 忘記你曾經帥過 聽起來往北吹了 好那這些呢 那就是我們今天的基因開箱 大家覺得準嗎 我現在蠻準的啊 嗯 但有些蠻出乎意料的 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它可以看出 一些很大的管理 這個先天基因呢 跟後天 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跟後天的影響 或是50 或是50 後天的影響我覺得 生理上那部分是差很多 生理上這種我覺得後天 可以改變很好 不過心理部分也是蠻容易 可能他覺得你可能容易擔心 但是你心理建設好的話 其實後面你就不一定會這樣 對啊 所以說這個要很多交叉去比對 你要說比對這個事情的理解 如果你把它想像是不好的 你就會很擔心嗎 有可能是這樣 而且這跟生活習慣也有差吧 睡眠不好的人那種人 你當你擔心就會比較多 可是如果你睡眠比較好 你會比較有正向的想法 這是一定的 哦 對不對 對啦 交叉影響會去影響 對啦 所以說生活習慣跟心理建設 對 我覺得還影響很大 我們這次使用的基因檢測呢 是Lint App 基因檢測 那本身呢除了非常的便宜之外 目前呢 他有在持續更新更多的項目 來跟大家做檢測 可以抽血或是採拖液的方式檢驗 十分的方便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呢 連結我會放在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也會附上該我的折扣碼 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不妨開箱一下自己的基因囉 當然這個基因檢測 它並不涉及任何醫療行為 也不具診斷或治療的功能 對 如果對自己健康狀況有疑慮的話 還是建議尋求專業的醫師協助 那我們今天的基因開箱影片就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我是紀元蓋伊 下次見 掰掰